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學,我們這個課叫做《先前儒家哲學》 我們談儒家每一個人都好像懂一些 有時候又好像不太清楚他的根本思想 這裡面有非常複雜的因素 我們這本課的目的是要讓各位同學從哲學的角度 來看看到底儒家在說什麼 所謂哲學的角度是根據我學西方哲學的經驗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是澄清概念 任何一個人講任何話 都有責任把他的話加以澄清 每個字都有清楚的定義 如果你有一個字定義不夠清楚 你就不要用 這是最基本的哲學的要求 就是澄清概念 我們在社會上跟別人溝通 經常發生各種誤會 很多誤會都是不必要的 如果你把話說清楚 那麼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麼呢 叫做設定判準 就是判斷的標準何在 我們常聽說折善固執 那怎麼折善呢 是以誰做標準呢 標準怎麼定的 為什麼這樣定 這都要說清楚 第三個是建構系統 任何一套哲學一定有一個完整的系統 所謂的建構系統呢 它必須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首先它要說明人類跟自然界 但是這句話誰做得到 現在最新的科學發展對於自然界 它所不知的部分 遠超過它所已知的部分 宇宙裡面很多黑暗物質 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所以焦點就必須拉到人類的身上 人類對於自己的研究 你沒有理由說你不了解 每個人都了解一些 但也沒有人說完全了解 所以一個哲學 它所謂的建構系統 它的重點更放在說 人類跟自然界到底有沒有來源 有沒有歸屬這個問題上 這叫做根本的問題 你對自然界不管研究的多好 如果自然界有開始 我們講宇宙這兩個字 中國人用得很好 上下四方稱作魚 亡古來金稱作咒 所以中國人用宇宙兩個字 就包括時間空間的整體 但是請問 宇宙有來源嗎 有歸屬嗎 你用比較簡單的話來說 就是宇宙有開始 一般科學家們都認為 或者是大爆炸 或大霹雳 或是黑洞 那麼不管怎麼樣 有開始的話呢 它在理論上就應該有結束 我們所知道的人類的地球 在太陽系裡面 太陽系還有多久存在的時間呢 大概八十一年 對我們來說八十一是難以想像的數字 我們根本不用擔心 八十一 你帶那個心的話 是浪費力氣的 但是只要有結束的話 人的理性就要去思考 一個合理的問題 有這個宇宙有開始有結束 它怎麼開始呢 那麼重要的倒不是宇宙整個變化的過程 你不用管它 它反正也經過了一百多億年了嘛 在人類出來之後呢 它能夠思考 它就要問一個問題 那人類活在這個宇宙裡面 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說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啊 我們現在是幾十億年的憂啊 你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呢 你不能解決人怎麼來 人往哪裡去 你就不可能回答 人應該如何生活 宇宙萬物呢 我們盡量不要借用西方的術語 但有些術語是非常精確的 它叫做實然 宇宙萬物就是一個實然 實然就是實在的樣子 像春夏秋冬啊 白天黑夜啊這些 我們所看到的現實的情況 叫做實然 實在的樣子 人類的身體呢 屬於自然界 當然是實然嘛 餓的就要吃 渴的就要喝 累的就要睡 不然的話你無法繼續生存 但人類除了實然之外呢 它有陰然 應該怎麼樣子 所以人的最大問題在於陰然 人如果只看實然的話呢 就是物盡天責 肉肉強食 這沒有什麼特別嘛 所有動物都一樣 那人類如果只是動物之一的話 它不用問陰然的問題 這問題就不存在了嘛 所以人類就要問我應該怎麼做 那這裡面就有大的問題了 因為應該怎麼做 你怎麼定標準呢 你說一個人活在世界上 他應該怎麼做 那這裡面就要去問了 有沒有限制呢 還是可以不擇手段呢 為所欲為呢 那你達到那個目的之後呢 真的是正確的一種考慮嗎 或者達到目的之後才發現 搞錯了 所以呢 英國有個作家 專門講很多諷刺的話 講得非常深刻 他說 人生只有兩種悲劇 第一種悲劇是得不到我所要的 這很容易了解 第二種悲劇是得到我所要的 得到怎麼也算悲劇呢 因為得到之後發現搞錯了 不是我真的要的 我看別人都追求 我以為我也應該追求 得到之後才發現 那不是我要的 多少人追求富貴榮華 但是也有很多人 棄之如碧喜 像釋迦牟寧 他是個王子 富貴榮華 生下來就有 但他放棄這一切 選擇出家修行 你說這是宗教 宗教很特別 是很特別 但難道宗教裡面的人 他不是選擇一條更適合 人類應該走的路嗎 這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 佛教 基督宗教 包括天主教 東正教 基督教 新教 伊斯蘭教 印度教 猶太教 所有偉大的世界性宗教 他都告訴你說 人宗教要離開 所以他應該修養自己的心靈 這是簡單的描述 那你就要問 為什麼 我們不是許多現實的快樂 立刻可以掌握嗎 但是現實的快樂 也會帶來現實的煩惱 快樂之後的那種無聊 那種痛苦 讓人恐怕更無法忍受 所以人的生命本身就變成一個 不是問題而是奧秘 非常的複雜難解 張三覺得這樣過很好的 李氏覺得受不了 李氏覺得很好的 王武又不能接受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並且同一個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 他也有不一樣的判斷 生病的時候認為健康最好 健康之後認為賺錢更好 賺錢之後認為家庭更重要 有家庭之後又有麻煩了 這不就是人生嗎 所以哲學的角度就是說 他要建構一個系統 讓你知道說 人的因然呢 並不是來自於人間相對的一種考慮 如果人的因然是來自於人間相對的考慮的話 我們早就有答案了 就是兩個字嘛 像孔子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沒有人不喜歡富貴的 那你說 剛剛不是才提到思想牟尼嗎 他也不是生下來就不喜歡富貴啊 他是29歲的時候第一次出城發現了老人 病人 死人 發現眾生皆苦 他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 他才排除這一切 人間所謂的富貴嘛 孔子說的是人一般狀況之下 你到了那個宗教境界 本來就不用考慮這些一般的情況嘛 但是孔子後面說什麼 不以其道得知不出野 你不用正當的手段得到富貴 寧可不要 他也說過 不易而富且貴 與我如浮雲 這立場很清楚了 所以孔子是一位哲學家 更主要是因為他自己說過兩次 無道 易以貫之 易以貫之代表我整個的思想有一個核心的理念 把它貫穿起來 我不是這邊看一段那邊說一段的 我不是別人書拿來看一看介紹給你的 我有核心思想 我所有的理論跟我的行動都是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一定牽涉到什麼 第三個元素 什麼叫第三個元素 第一個是人類 第二個是宇宙 第三個是什麼 我們稱作超越界 所以你要判斷一個哲學 是不是偉大的哲學 至少是好的哲學 就要問他有沒有第三個元素 譬如說你問儒家 他可以跟你說天 那你怎麼看斷呢 天不是人類 天也不是自然界 所以天是第三元素 所以作為儒家的學者 如果把天當作自然界 那是不能原諒的 那就沒有資格當儒家 就不是儒家了嘛 因為你把天當自然界的話 就少了那個特別的元素 如果你說你是道家 請問道是什麼 簡單的答案就是 道不是人類 人類裡面頂多只有物道的統治者 稱為聖人 道也不是自然界 那你說不是有一句話叫道法自然嗎 你看書看清楚一點 道法自然並不是說 道要取法自然界 前面才說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的自然 當然不是天地萬物啊 老子書裡面自然這個詞出現五次 沒有一次是指自然界 它指的是什麼 自己如此的樣子 所以道所取法的是萬物本來的樣子 因為萬物都來自於道嘛 只要你不要給它有為的人工的改變 它裡面就會顯示道的光輝 所以老子的道 莊子的道 也不是人類 也不是自然界 所以道家是偉大的哲學 儒家的天不是人類 也不是自然界 所以它是偉大的哲學 在道家的系統裡面 人類裡面只有一個最偉大的稱作天子 天的兒子 你就知道天不是人類了 只有天子才是人類裡面的唯一的一個人 所以這就是我們判斷的方式 在這種判斷標準之下的話呢 中國所有的哲學只有兩派成為系統 儒家跟道家 其他的通通不成系統 不堪一擊 你要仔細分辨的話就會發現漏洞很多 能夠說明這個就忽略哪個 通通說明完畢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最後是虛無主義 自然界或人類 人類更可憐 頂多一百多歲 那你這一生奮鬥是為了什麼 你憑什麼告訴我要奮鬥呢 你的目標怎麼設定 頂多當到天子嘛 當了帝王嘛 歷代當天子的人有多少 有幾十個 有誰快樂嗎 能不能告訴我 漢高祖劉邦厲害吧 漢朝開國之君 他有一個愛妾叫做契夫人 每一次談到趙王如意的事情 如意就是契夫人所生 但他的原配是什麼 是誰 馬皇后吧 是不是 有沒有弄錯 他知道這個趙王如意 將來也是會有危險的 每一次談得很高興 一談到趙王如意就哭 你能想像嗎 劉邦沒事就哭啊 談到趙王如意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這麼寵愛欺負人 他的兒子你保不住啊 想了半天就是沒有辦法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剛剛講的是 講錯了應該是呂後 同學們要勇敢一點 我講錯你就說錯了是呂後 沒辦法 劉邦一點辦法都沒有 只會哭 哭完畢之後就唱大風歌 大風齐夕雲飛揚 沒辦法 你可以打天下 你家製不好 所以人間有誰快樂 帝王如此 其他的更不要說了 所以一個人活在世界上 就要問 那麼我應該如何安排我的生活呢 一定要學一點所謂的哲學 你腦袋裡面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思想 那怎麼辦呢 你就只能順著趨勢走 我並不是說你守規矩代表懦弱 沒有人會這樣說的 守規矩這種修養是我做我自己的主宰 我能夠收我才能放嘛 你只能放不能收 那就跟一般的動物差不了太多 所以孟子為什麼經常不客氣 罵別人非人也 就是你那個沒有人的特色啊 你只是高級生物嘛 所以你學一派哲學你就要問 他怎麼界定因然 他的因該兩個字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在談到儒家的時候呢 我們要說先秦儒家 為什麼 因為從秦始皇之後呢 中國有了帝王專制 從此以後到清朝末年就沒有儒家 這句話請大家仔細思考 因為儒家思想跟帝王專制 在本質上不能相合 那很多人就問啊 那為什麼秦漢之後呢 可以利用儒家來治理天下呢 看到沒有利用儒家嗎 董仲淑開始給漢武帝上冊 就希望說霸出百家 獨尊儒術 把儒家變成一種可以應用的統治的方法 事實上表面打著儒家的招牌 裡面使用法家的手段 叫做揚儒因法 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不就如此嗎 這不是我說的 彈世童 六君子之一的彈世童 才活得三十二歲 就壯烈成人 他就寫 兩千年中國的政治都是秦政 秦始皇的政治 帝王專制 兩千年中國的學問都是尋學 尋子的學問 沒有孔夢 為什麼特別談尋子呢 尋子跟那個秦始皇怎麼連得上呢 因為尋子號稱儒家代表 交出兩個寶貝學生 一個叫做李斯 一個叫做韓非 好好的儒家怎麼交出兩個法家的人物呢 李斯幫秦始皇打天下 韓非是法家的首席代表 那這個儒家有沒有問題呢 尋子的問題 孔夢沒有問題 孔夢思想從秦始皇之後就失傳了 很多人說好像不會吧 我們從小唸書不是唸到朱熙的註解嗎 那你如果唸朱熙註解的話 對儒家可以有某種解釋 但是那個所謂的某種解釋 是不是真正孔夢思想呢 這邊要畫一個大的問號 你這個地方如果完全接受 因為朱熙的書 他是南宋人嘛 他的年代1130到1200 我記得這些學家年代 筆記錄在帝王後的名字要數多了 1130到1200 朱熙過世以後呢 隔了100年 到了元朝1313年 就把朱熙的四書章句集書 列為科具考試的參考書 主要參考書 朱元璋上來之後呢 在鴻五二年1369年 正式就把朱熙的書列為科具考試的標準本 從此以後六百多年 所有中國人從啟蒙開始 三歲開始 只要到學要念書四字的 你要想學儒家嗎 學論語嗎 全部朱熙的註解 連註解都要背 否則你將來考科具沒有希望 那請問朱熙如果說的是正確的 那還好 我們學到一點 透過朱熙而了解的孔子 但偏偏朱熙本身是一位哲學家 這有什麼問題呢 他在南宋的背景裡面 本身有許多對抗的力量 他批評佛教 批評道家 內部還要批評陸相山 陸相山就是後來傳到明朝中葉的時候 出現王陽明 他就把朱熙的東西去實踐了之後發現 邪目通放在一邊 改走陸相山的路線 後來稱作陸王學派 朱熙就最崇拜北宋的陳儀 1033到1107 北宋的陳儀就稱作陳朱學派 請問朱熙對於儒家的註解 能夠得到肯定嗎 你心裡面已經有了障礙了 要批判佛教 要批判道家 然後呢 又要對抗儒家內部的一種不同的學派 你所說的如果真的代表恐懵的話 那為什麼內內外外這麼多挑戰 那麼多人都對你說的有意見呢 但是政治的力量是可怕的 它就可以讓你用科舉制度 牽制天下人讀書人的思想 那所有念書人都透過這一條單一的路 去了解儒家 造成了什麼結果呢 你如果今天問一個人說 人性是什麼 當然是本善的啊 當然 本善 孔子孟子在地下廳裡也會嚇一跳 什麼叫人性本善 我怎麼不知道呢 我們在課堂上都會給各位充分的證據 主席第二個清楚的論斷是什麼呢 孔子是天生的聖人 孔子一定在墳裡嚇一跳 我都不知道我是天生的聖人啊 我只知道無少也賤 故多能鄙視 孔子自己說的 我年輕的時候家裡地位非常的卑微 窮困啊 所以我能做很多鎖鎖碎碎的事情 誰說我是天生的聖人 老了我都還說 若勝於人 仁義的人 則無其感 孔子的話 就在後代呢 以為要捧他 把他說成天生的聖人 孔子一說 我有過世我要改過 他就寫聖人無過可改 他這樣說只是為了教訓學生 有這麼樣去註解的話 那這個孔子的話都白說了 我們要根據論語來介紹孔子 這是天下人公認的 他跟學生直接的對話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 我們在上先行儒家哲學的時候 有一個理性的心態 不管我說什麼 你都要問 第一個這樣說有根據嗎 根據論語孟子什麼地方 第二個我說的每一個字 有沒有清楚的定義 如果有的話 你就不要先入為主 一定說我亂講 說我這個是說了一套 自己的想法 沒有根據 我說的每一個字 我負責說清楚 不然我就不說這個詞 那同學們如果認為我講的不對 因為你先入為主啊 從小受教育 考試都寫本善嘛 這可以諒解的 我女兒念國中的時候 有一天回家心情不好 跟我說都是你害的 我問他怎麼回事 他說今天考果文 我覺得一定可以考一百分 卷子發下來只有九十八 看看哪一題錯 原來有一題是 儒家的人性論是什麼 他寫人性向善 因為我在家裡面 天天講人性向善 老師打個叉 旁邊寫本善 所以他說你勸我兩分 我不知道該怎麼還 這是我女兒的事 那都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說我對儒家的詮釋一定正確嗎 那你要先問我怎麼定義 我們每一個字嘛 道不同不相為謀 孔子的話 所以我們今天講儒家 首先要說明一下儒家的背景 儒家的背景就是四個字 禮壞月崩 我在太多地方聽到有人說禮崩月壞了 我實在不能接受 為什麼 各位注意 禮壞月崩四個字出於論語 你一定要說禮崩月壞 那恐怕是後代漢朝用的詞 我沒意見了 禮壞月崩 代表什麼 天下大亂 人間的價值觀瓦解 什麼叫價值觀瓦解呢 就是因然的應該 人應該做什麼 已經沒有標準了 也就是第一個 你無法判斷誰是善誰是惡 無法判斷 善惡混淆 第二個 即使判斷的善惡也沒用 因為善不一定有善暴 惡不一定有惡暴 這兩點稱作什麼 價值觀的瓦解 無法分辨善惡 善惡也無報應 這種情況之下有一個危機 沒有人願意再行善逼惡 大家都心存僥倖 那怎麼辦呢 這是個危機的時代 這個危機很可怕 社會亂了 反正殺人放火無所謂 這種所謂的價值觀瓦解 人類在根本上的傾向 就有這樣的問題 譬如我記得我在讀 柏拉圖理想國的時候 第二卷裡面講一個預言 它有一個Lydia 這個城邦的國軍 他最早是牧羊人 在郊外牧羊 有一天發生地震 他看地面裂開了 底下有一個棺材 看起來很豪華 他想裡面恐怕有什麼寶貝吧 就當底下把棺材撬開來 發現一具骷髏 比一般人身高要長 顯然是古代一個英雄 骷髏什麼好看呢 骷髏手上有個戒指 戒指之前 他把戒指扒下來在自己手上繼續牧羊 那個城邦主要的產業就是序幕 所以有一次國王召開牧羊人大會 這種大會一般都宣傳政令很無聊的 他就坐在很多的牧羊人中間 他無聊就開始玩戒指 戒指的戒面一般是朝外的 當他把戒面轉向自己的時候 忽然發現好像別人看他的時候沒感覺 沒看到他一樣 他好像不存在一樣 他看到一個老朋友跟他揮手 老朋友根本理都沒理他 他心裡想難道你們看不到我嗎 他就跑下來在中間跳舞 沒有人管他 他在座位座位把戒面轉向外面 又恢復正常 他發現一個天大的秘密 他的戒指轉到像自己的話就可以隱形 各位看過魔戒吧 魔戒為什麼一戴上去人不見呢 從這邊來的 這叫做Guyges Ring 還有專門的術語Guyges 好了 他發現這個秘密之後 請問他還願意繼續牧羊嗎 你可以隱形 可以做任何事 而不是被發現 不被懲罰 那怎麼辦 他就謀殺國王 自己當國王 這問題在西方很早就出現 柏拉圖的年代 柏拉圖是公元前四二七到三四七啊 一直困擾西方人 因為他確實說出了人性裡面 非常隱為的一種 不能夠見得日光的一種秘密啊 為什麼不能為所欲為 結果幾年前在美國做一個問卷調查 很多老百姓說 如果可以隱形的話你要做什麼事 各位知道現在生物科技發達 再過幾年說明發明一種新藥 一顆吃下去 不見了 你看不到我了 電影都演了好幾部了 真的是可能的 結果美國民眾接受訪問的 居然有80%都說要搶銀行 你現在知道滿街都是強盜吧 你不要給他機會 我們看這些問題要怎麼看呢 要練習 把自己投入其中 我一輩子在校園裡 念書 教書 沒有離開過校園 我看到這些問題我也會反省 如果父母人今天可以隱形的話 我知道想很久 為什麼不搶銀行呢 反正銀行裡面很多呆帳嘛 你到裡面去拿個幾千萬 根本沒有人知道是誰拿的 銀行反正少幾千萬算什麼 少幾千億都沒關係的 那我為什麼不搶銀行呢 我想了很久才肯定人性的尊嚴 最後發現我還是不能這麼做 因為一個行為你可以做的話 對吧 別人也可以做 如果大家都這樣做的話 社會就垮掉 那從你一開始你要負責任的 對不對 你說那個以後的事情 學哲學不能那麼樣的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想很久才發現我不能搶銀行 因為我學過儒家 一個人行善必惡只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 社會規範 法律啊 禮儀啊 大家看著你啊 針孔攝影罩子啊 社會規範嘛 一搶銀行就抓 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價值觀瓦解的時候 禮壞月崩的時候呢 社會規範沒用了 古代也沒有針孔攝影 太多地方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細節了 那怎麼辦 第二個方法 宗教信仰 多少人信仰宗教之後呢 自動自發行善 神無所不在 佛無所不知 那你信了宗教之後就要修來世 不管是死後天堂地獄還是來世的輪迴 你都努力去修 不為今生為來生 不為自己為子孫 但是這宗教信仰是每個人都不太一樣的 從來就沒有一種宗教信仰可以統一人類的 不可能的 那畢竟宗教之間的衝突跟戰爭啊 遠超你所能想像的 所以宗教信仰作為社會上 讓人行戰必惡的一個重要條件 也是要打折扣的 儒家走第三條路 宿諸每個人都有著良知 問題來了 良知算什麼 良知值多少錢 良知不是會泯滅嗎 所以儒家透過教育 所以整個儒家思想用良知來說 叫做真誠 一個人真誠的時候呢 代表良知在運作 所以請注意 我現在去先把將來要講的結論說出來 良知是善的嗎 很多人只聽表面以為良知是善的 你聽到這種問題 你應該先問 請你告訴我什麼是善 我們再開始慢慢討論 你不要那麼快回答 那你可以再問你所謂的良知是什麼意思 因為良知看不到摸不到啊 但是我還是可以先跟你答案 良知不是善的 良知是對善的要求 請你把話說清楚 良知是對善的要求 所以當你說一個人有良知的時候 不代表他是好人 而代表他對善有某種要求 他如果做壞事 良知會不安 他如果做好事 心安理得 這叫做良知的作用嗎 人都有良知沒有錯 但良知要看你是否真誠 否則他不會發生作用 一個人只有真誠的時候 良知才會發生作用 良知是一個力量 是一個作用 你不真誠他就等於不存在一樣 這樣這個都是基本的 對人性的理解 你不講儒家我們也聽得懂 所以你講儒家 你不能超越這個生活經驗的範圍啊 聽你講儒家講到最後好像 第一個儒家只存在於理想國裡面 第二個儒家只存在於課堂上 一離開教室就變成什麼 不知道什麼家了 我儒家完全泡在腦後 因為你教的是教條嘛 你說人性本善 我一反省我自己就發現我不是人 因為我不是本善的 我從小受教育 聽到老師說人性本善我就很慚愧 常常想說我是人嗎 為什麼我常常會有壞的念頭呢 我會嫉妒別人 憎恨別人 詛咒別人 我都做過 老師打我我就詛咒老師啊 有哪一個人不能想像過誰死掉誰死掉 當然你只是想像啦 你不能真的去做 真的去做的話現在不能站在這裡啦 那你說人性是本善 你說的是誰呢 你說的是誰 所以那個儒家是什麼儒家 是朱熹的儒家 王陽明的儒家 是你宋朝明朝在帝王專制底下 那種培養出來之後呢 那種思想是要前置老百姓的 請問儒家最強叫修身 修養自己 有哪一個帝王在修養自己 王宮裡面可以蓋一個養心殿 孟子說過養心莫善於寡欲 減少欲望 王宮裡面能聽到寡欲這兩個字 怎麼可能呢 是不是歷代帝王 歷代這些所謂念書人 有哪一個真的是認真在修身呢 翻開後面的底牌 通通不堪設想 幾乎是不堪問問的 那你講那種修身 那種守規矩 講給誰聽呢 老百姓 目的就是跟法家一樣 尊君卑成 鞏固你的政權 如此而已 非常不堪 所以我們今天學儒家的時候 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擺脫了一路到清朝的帝王專制 但是到今天我們才能夠重見天日 把孔子孟子的思想 確實說清楚 至於說朱熙的註解 誰的註解先放在一邊 因為在人的思考的發展過程裡面 朱熙跟王陽明 並沒有比我們任何一個人 佔有更優越的地位 換句話說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說 朱熙講得更對 王陽明講得更好 沒有 因為那個人是孔子孟子早就不在了 那我們今天說 有一次我們在開會 就是去年的事 現場也是有一位世界有名的儒家學者 我講完我的觀點之後 他立刻趕快麥克風搶過去 向觀眾說明 剛剛傅教授所說的儒家 只是傅某人的儒家 但他也很承認 他說朱熙說的儒家 也只能代表朱熙的儒家 王陽明的代表王陽明的 這不是廢話嗎 每一個人說的都是代表自己的心得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說一下 什麼叫做權勢學 權勢學是當代西方研究人文學科的重要的方法 他教你怎麼讀一段文本 或是看一段新聞 或是聽別人講一段話 一段話說出來之後呢 你要經過四個步驟才能界定他的意思 這個尤其在閱讀古代經典的時候呢 非常適用 第一個他究竟說什麼 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到原文在寫什麼 而中國的問題在於 隔一段時間就有地下出土文物 像過去三十年 中國哲學界最流行的學問 第一個是研究博書本的老子啊 易經啊這些東西 博書本 博書本是漢朝的墳墓挖出來的 而博書本事實上影響最大的是老子的文本 把老子第一章就有重大的一個什麼修訂 那麼後來又1993年又發表出來 竹簡本 戰國楚墓 楚國的墳墓的這個竹簡本 也是以老子為主要的內容 但是殘破不全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就要問他究竟說什麼 有時候你要考慮到考古學上的發現 文獻學上面的研究 但是很可惜 我們今天所看到很多東西 漢朝人都不見得看得到 但是呢文字因為在地下太久 很多殘缺 所以大家都進行猜謎遊戲 都在猜 還好學哲學思想系統 對於文字 個別的文字影響稍微少一點 第二個 他想要說什麼 這時候你就要去讀了 他這樣說一定有他背後的問題嘛 譬如說一千年之後的人讀今天的文章 他一定看不懂 為什麼台灣這麼多人老在那邊講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 什麼叫兩岸關係呢 因為不要說一千年 恐怕一百年之後就沒有什麼兩岸了 一直地震一來台灣沉掉了 就沒有什麼兩岸的關係 對不對 那一千年之後的人發覺出來 這麼兩岸 什麼叫兩岸 這個是我們現代人很熟悉的 以後的人不了解的 孔子為什麼老是講人呢 仁義的人這個字看你怎麼算 有的說一百零七次 有的說一百零九次 反正總是一百多次了 《論譯》這本書字數不多 仁義的人這個字就一百多次 再把它很重要 我們就要問了 孔子為什麼很喜歡講這個字呢 並且學生問人的時候 他的答案從來沒有重複的 跟每一個人答案都不一樣 有個學生叫做凡池 三次問人 孔子三次答案都不一樣 那這個怎麼考試呢 孔子在意的不是考試 因為人這個字呢 在當時呢 李壞岳崩的時候 唯一的出路就是人 人什麼意思 人這個字呢 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一定是真誠 《巧言令色嫌疑人》 《學二編》第三章就出現了 《巧言令色嫌疑人》什麼意思 一個人說話美妙動聽 表情討好熱絡 這種人很少有什麼 人 那這個人什麼意思 當然是真誠嘛 你前面講《巧言令色》 都是表現於外的 你很少有人 那個人不是真誠是什麼 但是有誰能把它翻成真誠呢 別人怎麼翻的 一個人《巧言令色》的話 很少有人心 太嚴重了吧 我只不過是為了找職業 去面試的時候 《巧言令色》 就說我沒有人心 有人說《巧言令色》 沒有人德更嚴重了 人心、人德 有那麼重嗎 我也找個工作 也不過是22K 就說我沒有人心、沒有人德 簡直不是人的 孔子說的不是這個 他說你《巧言令色》的話 很少有真誠的 那現在你們怎麼辦呢 我就是《巧言令色》的人 但是我很真誠 懂嗎 你要做那個很少的 裡面的之一嘛 知道為什麼 這樣才唸書唸得懂啊 是不是 我們跟別人來往 你《巧言令色》 說話好聽 表情熱絡 誰不喜歡 人緣很好 但要記得 出於真誠就沒問題了 孔子是擔心你啊 不夠真誠 變成做戲做秀 見人說一套見鬼 說一套浪費時間嘛 這要做什麼 孔子想要做什麼 因為理會樂崩 他必須要告訴人們說 從真誠開始 你的良知產生運作 你行善必惡由內而發 前面不是說過嗎 一個人行善必惡只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社會規範 完全由外而來 第二個宗教信仰 完全考慮將來來世 第三個 人的良知當下展現 第三個你就要問啊 他這句話能夠說什麼 能夠這兩個字代表 任何一句話說出來之後呢 離開他那個時工的脈絡 跟當地當場的人物的關係 就變成單獨一句話 任何人都可以加以解釋 解釋的越多 代表他的能夠就越豐富嘛 所以我為了解讀《論語》這本書 看了四百家註解 還包括日本學者的研究 收在燭天光宏的《論語會間》裡面 中國方面主要就是陳樹德的《論語集市》 他本身就收集了兩百多家註解 日本這個也收集一百多家註解 再加上別的加起來 我隨便算一算 將近四百家吧 看過四百家註解 才知道一句話 可能有幾十種能夠怎麼解釋的方法 所以你如果讀《論語》 不知道別人怎麼讀 你關係沒來念那不好 恐怕到時候你發現 你這個解釋別人早說過了 那你就要節省力氣嘛 同時歸功於別人嘛 所以到最後最難的是第四步 這句話應該說什麼 它應該什麼意思 所以我自己在做《論語》的解讀的時候呢 我就判斷這句話應該這個意思 所以為什麼我自己出一本《論語》解讀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對《論語》的解釋 讓我滿意的 有些人這裡說對 那你說錯 有些人呢 通通說錯 只有一段說對 那你到底怎麼辦呢 朱熹是錯的太多太多了 我錯的特別出一本書 《語起號編哉》《憑朱柱四書》 寫了九十二篇文章 把朱熹的四書上去結束 一章一章給你慢慢討論 九十二章 白紫黑字 我的特色就是我的著作 全部發出來 印出來 你可以去查嘛 你可以去研究嘛 如果我有錯 你很容易找到說我錯 哪一張哪一頁 這是好處 我所說的每一句話 我負責 我除了學術良知 沒有任何其他可能的動機嘛 有些人說我有這個想法 我都不知道我有什麼想法 還需要別人提醒我 我們只是求真而已 所以你經過哲學的訓練 知道一句話出來 它究竟說什麼 它想要說什麼 它能夠說什麼 它應該說什麼 你要讀懂一本經典 只有兩個基本的判斷的方式嘛 第一個 經典內部必須圓融一致 你不能前後互相矛盾 譬如我今天跟你說 我們念論語吧 從第一句開始 只曰 學而實習之 不予樂乎 什麼意思 我真的做過實驗 我在台大早期開一個班 叫做哲學人生 一開課多了四百多人 有一次我就說 各位同學 這句話你們肯定學過嘛 誰不知道第一句話 學而實習之 不予樂乎 有誰能用白話文 把這句話意思告訴我 同學們都是台大學生 多聰明啊 聽到這個問題那麼簡單 就是到其中一定有詐了 再三鼓勵也沒有人理我 最後來一個胖胖的男生站起來 我就說壯士請講 他就說了 好了 我來替大家講 孔子說 學了以後 時常複習 不也覺得高興嗎 他講完之後 我再問三百多位同學 有沒有人認為他講得不太對的 要修正的有沒有 沒有 這時候沉默是驚 沒有任何反應 我說你們都不講話 代表你們都贊成啊 那我們現在要問呢 從小學念書到現在 有誰是學了以後 時常複習 而覺得高興的請舉手 沒有一個人舉手 那到底怎麼回事呢 兩個可能 第一個孔子亂說話 他說話說錯了 第二個我們亂念書 我們誤會孔子了 結果是哪一個 當然是第二個嘛 我們亂念書嘛 我們念誰的書 我們念朱熙的書嘛 所以就變成學了以後 時常複習 不也覺得高興嗎 同學們為什麼不喜歡儒家 多少同學修過我的課之後 跟我說周學時代最討厭儒家 上了傅老師的課之後 才覺得儒家也沒有那麼壞嘛 我聽得很感慨啊 第一句話 時就解錯了 你可以研究嘛 論語的時出現11次 沒有任何一次是指時常的 在論語裡面 時這個字只有兩個用法 第一個時代表季節 春夏秋冬四季 第二個時代表適當的時候 比如說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 適當的時候說話 別人不討厭你說話 不時不時 不至適當的時候 你不應該吃飯 使民以時 讓老百姓服勞役 要找適當的時候 沒有當時常講的 所以孔子這句話意思就很簡單了 他說 你學了任何東西 在適當的時候去實踐 不也覺得高興嗎 這跟考試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第一句話 朱熹的註解就有問題 這叫做第一個 經典本身必須圓融一致 所以我們最怕看到說 論語裡面這個詞 只出現一次 只出現一次的話就很難對照 比如說最近很多人在討論 孔子所謂的君子有三位 三種敬畏的對象 第一個 為天命 敬畏天命 第二個為大人 麻煩來了 敬畏大人 因為大人這個詞 經過翻檢之後發現 論語裡面 好像只出現一次 就在這裡 那大人是誰 大人就變成有官位的人 地位高的大官 所以孔子對大官很敬畏 因為他有他的理解 他懂當在心理學 你說是不是很誇張 孔子懂得當在心理學 知道說一個大官受到別人尊重 他就會尊重自己 愛惜自己 就好好照顧百姓 相反的一個大官 每天在立法院裡面被罵 罵到最後他就心情很堵爛 他就給你們亂搞 讓你們吃了 都死了帥了 看到沒有 孔子很了解心理學 知道人需要鼓勵 我們常常跟大官說 我尊重你 他就尊重自己 這也有道理 所以孔子敬畏大人 第三個才是敬畏聖人之言 有人說大人就是聖人 講這種話就是沒腦袋 對不對 我第二個敬畏聖人 第三個又敬畏聖人的話 那道理是怎麼回事呢 是不是 第一個敬畏天命 將來再說 第二個敬畏大人 就是地位高的人 可以決定老百姓 各種權益生死的人 這種人你敬畏他 他就尊重自己 就這麼簡單 那孟子後來說 遂大人則秒之 是另外一個情況 因為那個大人是水準很差的大人 對不對 孟子曰 遂大人則秒之 勿勢其為為然 你不要看他高高在上的樣子 唐高素人雖提數次 我得志復為也 十全方丈 誓謝數百人 我得志復為也 屈臣鐵裂後居千聖 前面叫他盤勒饮酒 然後呢 我得志復為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在我者皆古之之也 無何謂彼齋 他是有條件的 是親自這些大人物的 他不是莫名其妙說 這個是就指著那些大官說 你們是莫名其妙的壞人 他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只知道吃喝享樂嘛 那我當然看不起你啊 你看不起別人 你自己要有條件啊 你一個年輕的大學生站在這邊就罵 你在罵誰啊 何其日之芳草精子為此 肖愛也聽過吧 這些被你罵的大人念大學的時候 比你還要純真 比你還有有包袱 還有有理想啊 你今天留著寫下來提醒你自己 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你是什麼樣子 你在做什麼事情 這可以 這是儒家的思想 所以你學儒家你就要知道 我們研究的原則 第一個文本必須圓融一字 第二個經典跟經驗要配合 這是第二點 如果你念到一句倫語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實踐 代表這句話你可能讀錯了 要不然這句話是亂講的 就那麼簡單 我們最容易讀錯或讀不懂的是 道家的書 看到老子說道我道非常道 其實你說很難嗎 老子認為很簡單啊 老子說我的話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實踐 但天下沒有人了解沒有人實踐 無言誠意之誠意行 天下莫能之莫能行 老子的話既然很容易了解 為什麼道我道非常道 大家不懂呢 因為你沒有那個慧根嘛 很簡單 學習誰懂誰不懂 只有兩個標準 第一個你用不用功呢 你能不能在上先行儒家哲學的階段 我們給你發的材料 比如說你這一輩子學論語啊 恐怕學過一些 你要不要試試看 有四個星期講論語 在這四個星期你把論語整個好好讀一遍 要不要試試看 這樣才叫做用功嘛 你不用功你談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呢 腦袋夠不夠 你能不能思考 能不能去分辨 所以你跟著這個課進行的話呢 我們上課聽助教說都有這個講義 但是現在聽說不再印了 要讓你們自己上網自己去印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你們都是很懂電腦的 很容易上網去抓材料 上面都指明什麼什麼材料 希望大家都能夠盡量配合 利用這個學習的過程 確實把先行儒家 從頭再學習一遍 把你小時候念書過程 受到後代學者註解的影響的 先擺在一邊 那些影響基本上對你是 必多於利啊 害處遠大於好處啊 絕對是你學習孔夢思想的阻礙 這不是我說的 清朝學者多少人說 譬如閻緣 閻錫哉就說過 減少一分成誅 才能增加一分孔夢這樣講 你學習儒家的經典 你把誠儀跟誅細的東西少一點 孔夢就增加一點 你如果多看他們的註解 你永遠看不到真正的孔夢 這清朝學者已經說了 何況到了現在 我們還說過西方的訓練 所以我們在學習的時候要有信心 知道我們的腦袋 絕對不輸給古人 我們勝過古人的是什麼呢 我們還懂英文呢 我們還學過西方哲學呢 有很多西方哲學家的想法 我們可以對照 在座很多哲學系同學應該想想看啊 你學西方哲學 有沒有聽過哪個西方哲學家說人性本善 西方哲學家為什麼不說呢 那為什麼宗教界反而說 譬如信基督教天主教說人有原罪 聽起來就是信惡嘛 人有原罪嘛 那我們這邊講人性本善 結果我們針對的不是西方的哲學 是西方的宗教 所以錢穆先生 這是國學家啊 大家 錢穆先生就說了 儒家的講人性本善是一種信仰 一言驚醒夢中人啊 原來你學的半天是人性本善是一種信仰 就跟別人說人有原罪是一樣的層次 宗教裡面講人性 像佛教說人性是空的 通通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信就對了 你不信的話認為他講的話你不需要去考慮嘛 但是哲學不一樣 哲學是要公開的 是每一句話都要經過檢驗的 子曰 為女子與小人為娘娘也也 近之則不去遠之則願 我對這句話印象很深啊 三十多年前我在美國念書 在耶魯大學 我同一個寢室有一個日本人 她在念MBA 就是氣管碩士 有一天我們從宿舍一起出來 碰到一個美國同學 一位女同學 這個美國同學跟她同班 我們三個就一起走一路聊天 這個美國女孩子大概正好看到什麼新聞啊 臉一板就罵日本人 所以說你們日本人歧視女性啊 惡名昭彰 notorious 用這個字 日本人很聰明喔 馬上指著我 說你不要怪日本人 都是孔子害的 當時時間也來不及要上課了 你要跟她解釋孔子這句話什麼意思 有時候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你就知道日本人他們念書也蠻認真的 他們高中時代都要被論語 日本人被論語什麼心情呢 就好像你學英文 讓你高中的時候被莎士比亞 懷著崇拜的心情 所以日本人被論語的時候呢 跟我們自己被不太一樣 他們總覺得這是外來的喔 那是經過挑選的好東西 我們學習不同的東西總有類似的心態嘛 所以我印象很深 那麼好了 我們現在來解釋 任何一句論語的話 你都會看到好幾種不同的解釋 並且都很流行 都各有主張 我沒有時間一一解釋 我只給你們我的版本 一個人講話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描述當時的社會現象 第二種表達個人特定的主張 請問孔子說這句話是哪一種 是第一種描述當時的社會現象 當時社會有什麼現象呢 女子沒有受教育機會 男主外女主內啊 所以女子15歲急急 頭髮竖起來16歲就可以嫁人了 她沒有辦法學習 人生的各種複雜的道理 所以她自然而然表現出 人類本能裡面比較傾向於依賴的這一面 對她好她就驕傲 對她疏遠她就抱怨 這是人類一種安全感不夠的時候 很容易表現出來 孔子說的是女子於小人 這個小人當然是指男生們 什麼叫小人呢 論語裡面小人跟君子是相對的概念 所以你要記得 君子立橫字小人橫立字 從這邊開始 君子立立一個字項 要成就自己的生命 小人一天當然改變字項 我又立志戒煙了 又戒煙了又戒久了天天戒 永遠沒戒成 什麼叫小人 小人的本意是小孩子 當他長大之後呢 心態還是小人 只顧自己 只看利益 只看好處 就是小人 什麼叫君子 隨著年齡長大 受過教育 懂得道理 就立志 要成就不同的生命風格 就是君子 孔子口中的君子 我們有機會再說 基本上是兩個字 你先記得 無私沒有私心 就是君子 君子合而不同 君子胎而不交 君子皺而不必 君子坦蕩蕩 都是無私沒有私心 才能做到 相對的 小人就是有私心 有私心不是壞事 但是你很容易就損人利己 我有私心嘛 仔細自己考慮 所以女子與小人呢 被列在同一個範疇 因為他們有同樣的表現 我們先不要說 這邊對女子是否尊重的問題 孔子描述是 當時的社會的現象 並且說出人性裡面 最根本的一些問題 是不是 所以孔子在當時的社會 就是那個風氣嘛 你千萬不要以為 中國古代比較封閉 比較落後 比孔子稍微晚一點的 希臘雅典 被稱作民主的一個萌芽之地 民主的聖地吧 你要知道 雅典這個地方為什麼有民主你知道嗎 因為它有奴隸制度 有奴隸制度 所以民主才能建立起來 怎麼說 雅典當時常常跟其他城邦作戰 當時城邦作戰的規則只有一條 只要我打贏你 你的壯丁殺 婦女小孩 老人家抓回來當奴隸 老人家做什麼 可以教我們的小孩子 婦女做什麼 替我們做家務事 所以雅典的男士們 沒事做 只能上街搞民主 搞民主很花時間 所以有一段時間他做過一個統計 雅典居民四十萬人 真的民主 那些公民只有十五萬人 有二十五萬人是沒有公民資格的 包括婦女 包括奴隸在內 所以你現在問說 在柏拉圖前後 蘇格拉里前後 希臘最有名的統治者是誰呢 柏里克里斯 希臘有名的統治者 雅典的統治者 他有一個情婦叫做阿斯帕斯亞 是有名的這個 我們今天可以說是親柔女子 為什麼 因為一般女生不能進入社會 你跟他談話 每天就是柴米油鹽 你受得了嗎 人家在外面的親柔女子 見多世廣 悦人無數 什麼都可以談 談到最後變成自己了 變成悉靈 叫做什麼 靈魂伴侶了 其他還有什麼伴侶 我們不能確定 那你說這個怎麼說呢 代表雅典的女性 也是從今天標準來看 受到嚴重的歧視 就那麼簡單 所以為什麼雅典流行同性戀 而雅典的同性戀 主要是男生們的同性戀 女生們是否同性戀 根本就沒有人關心的 為什麼 因為常常打仗 都會知道 軍中有很多朋友 他們都有袍責之情 一生患難與共的 在雅典那種地方 古代戰爭 比較赤俄羅 比較原始的方式之下 就變成同性戀了 這可以理解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跟我說 孔子這句話好像歧視女性 沒有那回事 他覺得不是表達個人特徑的主張 他在描述當時的社會現象 這樣一來 女性主義者 對孔子也沒什麼好說的嘛 相反的 如果你今天翻開一本論語 看到一句話說 子曰男女平等 你說這是什麼論語啊 這是什麼論語啊 這一定是別人家的嘛 要不然更誇張的 子曰地球繞太陽傳 你給你寫一本新的論語嘛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時代限制 但是人性是一樣的 都是怎麼樣呢 很脆弱 所以好的哲學 絕不逃避這樣的人性 所以為什麼我長期以來 學儒家 聽到老師們都在說人性本善 我就從內心裡面 就覺得很不自在 就是說你說的人在哪裡呢 為什麼我從來沒見過呢 你說人性本善 中國社會並沒有減少罪惡啊 西方人他信天主教基督教 說人生下來就有原罪 他行善的人也沒有比我們少啊 那請問 那你說性善性惡沒有差別嗎 那哲學有什麼價值 毫無價值 你完全不要儒家 生活也一樣過啊 但是我告訴你 你如果真的懂孔子孟子思想之後 你才會發現 如果沒有儒家 人生啊 七宝樓台 拆碎不成片段啊 有儒家之後呢 你感覺到整個人的生命價值 挺立起來了 像我剛剛說的 就算我可以隱形 我不會搶銀行 就算我可以做一件事 不受懲罰 我也不會去做 為什麼 我內在只有一個 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標準 絕不損能力己 並且呢 只要有別人比我更需要的情況之下呢 我一定盡力幫助別人 這就是儒家的思想 一方面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另一方面 我站穩的話 一定幫助別人站穩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達而達人 這些話都是孔子的話 但問題是 倫理這本書 編起來根本沒有次序 前一句後一句 不知道是誰問的 為什麼這樣編的呢 因為孔子過世以後 各位知道 孔子晚年很可憐的 當然他不覺得自己可憐 我們覺得他很可憐 他三歲父親過世 十七歲母親過世 後來慢慢成長過世 他同父母的哥哥也過世 所以哥哥的女兒 他的子女 由孔子主持 嫁給孔子一個學生 叫做南榮 孔子終於列國的時候 六十七歲 太太過世 他來不及回去辦理後世 兒子替母親送終 他回到魯國六十八歲了 七十歲的時候呢 兒子過世 七十一歲 顏緣過世 七十二歲 子路過世 他自己七十三歲過世 你要看客觀上來說 這樣的命的話 客父客母客妻客子 全部客光 能這樣說嗎 哪一個人的命 不是自己負責呢 憑什麼他來客我呢 為什麽我不客他呢 對不對 這都是迷信 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話 一個人生了病 一個人早就說 你是不是誰客妻誰客夫 這種事沒有腦袋人說的話 愚夫愚夫 我不用去想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命運如何 他照樣是怎麼樣呢 只知厭居 深深如也 夭夭如也 孔子平常生活在家裡面的時候呢 神情安穩 這個舒泰的很 很輕鬆很自在 不要忘記哦 他身在亂世哦 春秋時代末期啊 司馬遷怎麼形容春秋時代 他在史記的這個序裡面就說了 春秋時代也不過是兩百多年 士軍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設計者 不可身屬 這是春秋時代 國軍被殺的有三十六個 國家滅亡的有五十二個 諸侯奔走保不了自己國家的不可身屬啊 這是亂世 孔子最後列國十四年在外面奔波 別人就開玩笑說他像上家狗 他也說我就是上家狗 是嗎 他很幽默啊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請問世界是你是歸人還是過客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過客嘛 都是上家狗啊 誰不是呢 孔子如果是的話誰不是 如果有一個人不是 那就是孔子他不是上家狗 他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講完儒家的孔子之後呢 你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那代表我講的不好 我不說你不用功呢 老師先盡責任同學們自己看著辦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孔子的人啊 有三個層次的意思 首先就是真誠 一個人不真誠的話 一生都在做戲做戲 完全是表面的東西 說實在真的很無聊 誰有空跟你慢慢的混呢 這叫做人之性 因為真誠而向善 向善的向代表力量 我先簡單說一下 加上會反覆的強調的一再的說明 什麼叫人性向善 我簡單說一下 只有人可以真誠也可以不真誠 其他生物它沒有不真誠的可能性 這是很簡單的 其他生物都是靠本能的生活 這是食然 什麼叫食然呢 都可以預測 這是康德所說的嘛 自然跟自由嘛 在我頭上是重心是天空 是自然界都有規律 有規律就可以預測 所以自然的就是必然的 但是在我心中這道德的法則 這叫做自由的世界 所以康德認為只有兩個世界 一個是自然的世界 一個是自由的世界 人類有自由的世界 所以有應該怎麼做的問題 而應該怎麼做的問題 康德推至於什麼 有道德的無上命令 他可以推到一個最高的一個神明 他在西方的背景 而在孔子這邊的話呢 我們現在說一個人真誠的話 那他為什麼不真誠呢 因為他計較厲害嘛 從小學習之後 就發現我們是高級生物 真聰明啊 會計較 怎麼樣都有有利 怎麼樣都有有害 計較的時候就不真誠 比如說我們家裡七個兄弟姐妹 父母要我們做什麼事 我說大哥去做 為什麼 因為父母對他最好 這就是計較嘛 對不對 但我真誠的話呢 父母有什麼事需要幫忙嗎 我不管別的兄弟姐妹做不做 我先做 我盡我的心 你是不是稱他為孝順 我不管 我至少真誠之後 我來做 絕不能說七個兄弟姐妹 為什麼叫我做 所以 父母愛護子女啊 是生物本能 所以天下也有很多父母 不愛護子女的 為什麼計較 我的青春怎麼可以照顧孩子呢 看到沒有 好了 子女孝順父母呢 也不是本能 但是孔子認為 這中間呢 需要什麼 自然的狀態去發展 我們下一節課 第二次上課就會講到這個 我講論語一定先講三連之商 讓你知道小孩子怎麼成長怎麼發展 為什麼要孝順 道德怎麼來的 不是天生就要有道德的 我身為這個人 我就要有道德 誰那麼麻煩要規定你的 誰有興趣壓迫你的 道德是人類自發的要求 我不行善我心裡不安 這叫做向善 所以什麼叫做向 向就是力量 力量就來自於真誠 一個人真誠的時候 內心就有力量 要由自己行善 不行善心裡不安 更重要的是什麼是善呢 善就是我跟別人之間 適當關係的實現 這裡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儒家所說的善 一定落在人與人之間 你可以找書上任何地方 包括論夢學雍 異傳 只要是儒家的書 你隨便找出任何地方 只要說到善 不是指人與人之間的話 你來告訴我 儒家所說的善 沒有第二個考慮 就是人與人之間 我念大學的時代呢 讀論語看到一句話 深受感動 在論語相當編 一般人比較少念論語相當編的 第十編 裡面提到什麼呢 孔子在魯國做官 有一天下朝回家 家人跑來報告說 馬舊失火燒了 孔子聽到之後只問一句話 傷人呼 有人受傷嗎 不問馬 沒有問馬的損失 這太讓人震撼了 你要知道 古代社會是有階級的 如果你家裡馬舊失火 受傷的可能是誰呢 馬車夫工人佣人 身份地位太低了 人權沒保障 人命不值錢啊 相對的馬非常貴重啊 論語裡面有一句話 齊錦宮死了之後 有馬千士四千匹馬 代表什麼 馬代表財富身份地位 但是在孔子來說的話 再怎麼貴重的馬 不能跟人相提並論 所以孔子是一種標準的人文主義 什麼叫人文主義 我們就用康德的傳統 來解釋人文主義 所以人文主義就是 不能只把別人當手段來利用 而不同時尊重別人是一個目的 這句話就是人文主義 如果你只做前面半句 我只把別人當手段利用 那你不是人文主義 為什麼 你把別人當手段 別人也可以把你當手段 到最後是人吃人啊 孟子說的上下交真利啊 所以你要記得 把別人當手段的時候 同時要尊重別人是一個目的 每一個人都是目的的核心 都是價值的主體 這叫做人文主義 那對孔子來說 就焚 只退超 曰 上人乎 不問馬 不就是人文主義最好的寫照嗎 在那個時代 有誰像孔子一樣 這麼清楚地超越身份 階級 地位 只看你是一個人 然後說 其所不欲 勿施於人 有誰 所以這就是儒家的思想 我們說要真誠 真誠之後就有力量由念而發 讓你去行善 善就是你跟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 好 接著你可以問 那怎麼判斷適當呢 這個將來再說了 就是折善的問題 因為如果再講下去的話 這個是後面收不了場的 所以各位要記得 向善的向就是力量 只有你真誠的時候力量才由念而發 這個力量是要你做什麼 行善 就是設法讓你跟別人之間有適當的關係 儒家講善 從來不離開人與人的關係 所以叫做五輪 對父母親叫孝順 對兄弟姐妹叫做友愛 對國君叫做忠 對朋友叫做信用 這個夫婦有別 所以在儒家裡面講說五輪 都是五種適當的人際關係 這要靠學習的 不學習的話 你不可能生下來就懂了 所以這要做什麼 這要做第二個 人代表人之道 孔子學生請教他什麼是人的時候 都是問第二個問題 就老師 我這一生的路該怎麼走才是對的 古代都有這樣的習慣 比如說假設你是生在印度 作為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你就問他一個問題 師父 怎麼樣才能成佛 就這麼簡單 我怎麼樣才能成佛 才能夠覺悟 他就跟你說了 你要排除各種執著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開始教你了 當你說菩薩 其實並沒有菩薩 當你說佛法 其實並沒有佛法 就你不要執著 你一說我釋迦牟尼說佛法 就是傍佛 就是毀謊我 我沒有說任何話 都是方便嘛 看到沒有 所以釋迦牟尼的弟子 都問他如何才能成佛 耶穌的弟子問一個問題 拉比 拉比就是古代他們猶太人用的老師 拉比我怎麼樣才能得救 耶穌就碰過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也讓人感嘆 耶穌講道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 各位知道你們現在是年輕人 你知道自己有多美嗎 你不知道 你只看到化妝品 只看到明星歌星 那些都不需要看 你們青春自然就洋溢了一種生命力 它就是美 所以耶穌講道的時候 一個年輕人在旁邊聽 聽了入神 耶穌一看他就很喜歡這年輕人 他說師父 我怎麼樣才能得救 耶穌看他 你看到這樣的年輕人就知道 一定是富二代富三代 長得白白靜靜 清清爽爽 家教好得很啊 耶穌說你回去 把家產全部變賣 分給窮人 然後來跟隨我 這些幾年輕人就皺起眉頭 面有憂色 為什麼 他家裡很有錢 然後垂頭上氣的走開了 這是宗教的教訓 好了孔子的學生問他什麼呢 老師什麼是人 什麼意思 人生的路怎麼走啊 所以你要把我們自己的古代的文字 化成今天的觀念 我今天說 釋迦牟尼的學生問他說 師父怎麼成佛 大家都懂 耶穌的弟子問他說 拉比我怎麼樣才能夠得救 大家都懂 相反的我今天說 各位同學 孔子的學生都問他 什麼是人 什麼東西 怎麼 佛教的基督教我都懂 怎麼反而儒家裡面 自己中國人的祖先問老師 什麼是人 我反而不知道那人什麼意思 我現在告訴你 人就是人生的路 人生的正路 就這麼簡單 你從我這邊聽儒家 沒有一句話你聽不懂 沒有一句話我不把它講成通俗的白話 因為孔子在當時講他的話 也就是通俗的白話嘛 我為什麼要被文言文來嚇你呢 剛剛偶爾背一背 讓各位知道我不是沒有準備的 要背這種原文太容易了嘛 是不是 很多人說 那儒家真的不適合在中國帝王專制之下嗎 我現在問你 兩千多年以來 中國有皇帝有帝王專制 有哪一個學過儒家的人 敢在皇帝前面念一句孟子的話 先說簡單的 名為貴 社稷次次 君為親 沒有人敢念 你跟皇帝這樣念 你不想做官了嗎 你不要命了嗎 居然說君為親 我們都把君當作最重的最重要的 那是法家的思想 不是儒家 那請問你告訴我 歷代有儒家嗎 那誰更進一步敢念一句孟子的話 說到君臣倫理 君之士臣如守族 則臣士君如復興 君之士臣如土戒 如犬馬 跳在快樂 第二句 君之士臣如犬馬 則臣士君如國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則臣士君如叩仇 你把我大臣當泥土草叶來践踏 我就把你當作強盜跟仇人來痛恨 你敢跟皇帝這樣念嗎 抄你九族啊 殺光了 到明朝還殺第十族 誰教的 老師也殺 我要生在古代 不知道死幾次了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再說一次你注意聽 從秦始皇帝王專制以來 中國有儒家嗎 當然沒有 不要說譚士隆說的 我們自己念書也知道 中國哪裡有儒家 所以後代這些註解 從正玄開始 一路註註到朱熙王陽明的東西 你想要說服我說 這是儒家且慢 我還看得懂中文 你要有這樣的氣魄嗎 對自己負責嗎 我們學習的時間都非常可貴 人生很多書只能學一次 你如果沒有學對 那不是太可惜太冤枉了嗎 所以你要珍惜你自己學習的機會 現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你可以學到真正的空夢思想 完全沒有任何雜質 沒有任何後代的加水的東西 我今天講的只有一點跟古人不一樣 就是我講白話文 就這一點不一樣 所以你看第二點 人代表人之道 那怎麼辦 四個字 這出於忠庸啊 折善固執 忠庸第20章 人之道 折善而固執之則也 什麼叫人之道呢 要選擇善 然後堅持做下去 從這句話你也知道 人性不是本善的嘛 人性如果本善的話 你何必還要折善固執呢 你本善了你還折什麼善呢 我有時候講到這些 就覺得有時候難免 歸納一些小的論證 很好玩的 你上我的課之後 如果你跟別人討論人性的問題 你覺得好像變不過 因為天下人都說人性本善 你怎麼辦呢 好你就問他 你認為人性本善嗎 他說是的 那你就再請教他 如果人性本善的話 人生還應不應該行善呢 好當然要行善啊 那你就問他 既然人性本善 人又應該行善 請問本善的善跟行善的善 是不是一樣的呢 他怎麼辦 他一定要說不一樣嘛 如果本善的善就是行善的善 既然本善何必行善呢 他一定要說這個善不太一樣 那好了 那如果本善的善跟行善的善不太一樣 你就問他 那本善的善跟行善的善 哪一個善比較善 不一樣就要比較啊 如果本善的善比較善 那不是越行善越不好的嗎 如果行善的善比較善 那代表本善的善不夠善嗎 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他反過來問你 也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之稱 就以子之謀 公子之頓啊 好 你現在問我 好 那你現在說人性向善 請問人性向善的話 人生還要不要行善呢 要啊 那請問 向善的善跟行善的善一樣嗎 一樣啊 完全合無邏輯啊 我只是向善嘛 所以我才要行善 你已經本善了 你行什麼善呢 對不對 你本善了還要行善 代表你本來的善不夠善 所以你才要行善嘛 哪裡有本來的善已經善了 還要行善 那個善是一樣的意思 你怎麼說得通呢 好 再進一步 那大學怎麼念呢 大學知道在明明德爾 在清明 在子於至善 那你就要問 至善跟本善有什麼差別 如果至善不是本善的話 代表本善不夠善嘛 所以它不叫至善嘛 如果儒家的目標是要止於至善 代表你本善不夠善嘛 反過來到過去都一樣的 所以講人性本善 根本是一個腦袋不通的說法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哲學家 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 將來也一樣 他能夠講人性本善 而對本下一個清楚定義的 沒有 就拿很多人最熟悉的 新儒家的摩中山先生來說 摩中山先生的書裡面 講到什麼叫人性本善 你知道嗎 人性本善的本 代表人跟動物不一樣 因為只有人類 才有道德上的自覺跟要求 這叫做本 那我現在問你 有道德的自覺跟要求 才會讓你行善 所以你把這個稱作本善 那同樣的 有道德上的自覺跟要求 才會讓你為惡啊 一個人從小就沒有任何道德自覺 他做了任何事 包括殺人犯我都不叫惡喔 什麼叫做惡 明知故犯嘛 我明明知道這是惡的 我才去做嘛 我知道不該做的 我才去 我還去做 才叫做惡吧 我如果是一個小孩子 或是夢遊 我根本不知道 這是不該做的事 我去做了 誰能怪我呢 對不對 所以行善跟行惡 是同樣的一個背景 要有道德自覺跟要求 這也是為什麼 你有這樣的自覺跟要求之後 你行善還是值得鼓勵的 因為很多人沒有行善 而你為惡還是要受懲罰的 因為很多人並沒有因此為惡啊 所以你只看一半說 人類跟動物不一樣 它有道德的自覺跟要求 這一點就使得人類成為本善 那我認為是定義不清楚 因為也就是這一點 才會讓人類有可能為惡 那你為什麼不就這樣說 人性本惡呢 動物世界有惡的嗎 你告訴我 沒有 所以你說的這個三個惡的定義 完全不清楚 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三十年前 1984 從美國念書回來 就開始講人性向善 三十年來 在背後受到多少批評啊 我想像也知道 當面開會也有批評我的 但是呢 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個人可以讓我閉嘴 因為我覺得自己講的沒有不對啊 我把每個字都定義了啊 像是力量 它只來自於真誠 人可以不真誠 它計較厲害 那你一真誠就發現力量由內而發 力量做什麼呢 就是不安 就是不忍啊 所以我做捷運 一定讓座的 只要有比我老的 比我需要的 我一定讓座 為什麼 我坐在那邊我心裡不安嘛 我一真誠就把座位讓給他 什麼叫真誠呢 想這個老人家也有子女啊 那如果這個老人家是我的母親呢 那我當然讓座了 那請問 為什麼是你的母親你讓座 是別人的母親你不讓座呢 因為你不夠真誠嘛 不能夠推己及人啊 儒家一想的話就通了 通了之後讓座的時候 心裡面 你要知道多麼愉快啊 沒事讓座給人家 別人感謝我 我真的要跟他說 我要謝謝你給我行善的機會 讓我知道我是一個人啊 但是我這樣講 一定把別人嚇到我不行 所以我每次做一件 我認為我該做的事的時候 雖然別人感謝我 我心裡面比他更感恩多少倍啊 一個很好的社會 很少行善的機會 有時候反而是不幸 所以歐洲很多社會非常先進 非常文明 到最後呢只有兩個字冷漠 我在1986 就在比利時魯文大學當講座 1986 很年輕啊 很多人還沒出生啊 我教的是歐洲學生啊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坐在車上看到老太太上來 你不讓座心裡會不會不安呢 他們聽不懂 為什麼聽不懂呢 他說我們這邊設計得很好 不會需要讓座的問題 歐洲確實很先進哦 他每一個站啊幾點幾分都寫好 公車到這邊來 公車如果提早一分鐘到 他絕不會先走 他車上有一個鐘 都調好時間了 他這邊寫六點三十五分 他一到三十五分 他就發動 所以你只要抄下來 這個車幾點幾分到這一站 你準時來一定有車座 然後呢 經過長期統一之後 他們算得出來 每年的幾月幾日 這個地方會多少人坐車 幾乎都算出來了 連遊客的量都算下去 所以每一個上車都正好有座位 差不多剛剛坐滿 到這個程度 真的是先進了文明的國家 他不需要讓座 沒那個問題 不需要掙扎 不像我們 從來沒有任何統計 大家都隨便隨心所欲 從來不上軌道 表面是文明 其實一點也不文明 一人到晚讓你在那邊掙扎 要不要讓座 要不要搶座位 什麼東西 有時候讓你的道德更容易受到磨練 但是很多人不懂儒家的話 他就沒辦法堅持了嘛 為什麼要學儒家 學儒家之後才能堅持下去 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如果不懂這個道理的話 你做對 但是偶爾一次碰巧做對 你懂道理的話呢 終身奉行至死不悔 所以孔子才要說殺身成人 孔子才要說殺身取義 這種話都代表什麼 人生的目的不在於 活著這麼短的時間嘛 人生活著的時候要的成就 自己天生的人性 向善的人性 要設法讓他在你活著的過程呢 不斷折善固執 最後止於至善 所以殺身後面加一個成 舍身加一個取 代表得到的比失去的多 表面上我失去的生命 但是人生至古誰無死啊 但是我為這個兒死我心甘情願 因為我將來活著再過幾生年再死 也是要成就我的生命啊 那現在有個機會 馬上叫我殺身成人 舍身取我願意啊 那問題在什麼地方 誰來解釋什麼是人 什麼是義 這是大問題 這在儒家裡面需要智慧 所以孔子講課很喜歡強調智跟人 他有一句話很精彩的 智者要水 仁者要山 智者動 仁者靜 智者樂 仁者受 連講三次 智跟仁 代表什麼 你學儒家不是光做好人 好有智慧 懂得判斷 所以為什麼不能把孔子的食這個字寫錯 因為孟子提到有四種聖人 第一種最清高 第二種最隨和 第三種最負責 第四種孔子 甚至食者也 最何時疑 那你能夠把食弄錯嗎 孔子的這個食是適當的時候 該清高就清高 該隨和就隨和 該負責就負責 這是智慧的判斷 所以孟子稱讚孔子是極大成 真正的儒家是仁治兼備的 從來沒有一個人缺乏智慧能夠成就真的仁德的 缺乏智慧只是一個笨好人 爛好人而已嘛 所以孔子也說過 好人不好學其必也愚蠢 我喜歡做好事我不好學不能判斷 到最後變成愚蠢 這麼嚴格的一個是要求 說明什麼 儒家的學習是會的培養智慧 把別人的心得學過來之後 轉化成自己的智慧 就說學而不思則往 思而不學則帶 學習跟思考並進 所以我們學儒家的時候 心裡面要重新再換裝各種觀念 重新開始 知道說你所學的不是普通的東西 是有史以來講人際關係 人間相處最好的學問就是儒家 我自己幾十年學儒家孔子孟子 論語孟子這些書 他沒有一句話是亂講的 沒有一句話是違背理性的 所以我對孔孟心悅臣服 但是對於其他人不一定 我們這個念書要有這樣的判斷 其他人你就要看他講的對不對 你要以論語跟孟子 來作為一個標準來檢驗 所以我們這門課呢 這個是大家知道我們對人的這種觀點 人之性真誠而向善 人之道則善而固執 人之誠則於自善 三個都跟善有關 那你就要問呢 人者跟善人有什麼差別 我們就簡單說一下 各位要知道 善人是每個社會都有 每個社會都有 沒有儒家他也有善人 這不是你儒家的專利 我就拿一句話做證明吧 論語裡面子貢有一次請教孔子 他說全鄉的人都喜歡他 老師覺得怎麼樣 孔子說這不一定好 那子貢這個學生很古怪 所以同學們以後問問題很古怪 我絕對歡迎的 越挑剔越古怪越好 子貢怎麼古怪呢 他堅問說全鄉的人都喜歡他 老師覺得怎麼樣 孔子說這不夠好 子貢就說那全鄉人都討厭他 老師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很古怪 對不對 哪裡會有人說全鄉人都討厭他 這很好 那你希望別人討厭你 這不是完全無厘頭的問題嗎 子貢就這樣問 子貢口才是 孔子學生裡面數一數二的 好了 孔子說這也不夠好 最好是怎麼樣呢 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物之 同鄉裡面好人喜歡他 壞人討厭他 這才是對的 否則變成鄉怨 知道這意思嗎 代表什麼 就是沒有儒家的地方 任何一個鄉村裡面 也有好人也有壞人 叫做善人跟不善人 或是惡人 那孔子為什麼要提忍者呢 忍者跟善人有兩點差別 同學們要記住 第一個 善人行善 而不知道為什麼應該行善 很多人從小就喜歡聽別人稱讚 老師只要鼓勵一下 父母只要肯定一下 他馬上行善很開心 我是好孩子 我是優等生 我是如何如何 他行善 但他只是從外面給他鼓勵 使他行善 他不知道為什麼應該行善 忍者不一樣 忍者是真誠的人 他懂得力量由內而發 因為人性向善 所以我行善應該是由內而發 不是別人鼓勵我 別人稱讚我 這個差別很大 所以一個行善的一般人 如果完全沒有人了解 他不會行善的 反正我在這邊沒有人認識 我行善也沒用 大陸上不是有一個叫做大善人嗎 一行善就要人家拍照 就要上電視 就要人家發獎狀的 這是傳統所謂的善人 其實我對他還算是有肯定 是為什麼 我只問一個問題 他的錢是不是真的捐出來了 他如果錢真的捐出來 捐給需要的人手上 他喜歡拍照 那你盡量拍吧對不對 重要的是你錢真的捐出來 幫助別人吧 你喜歡名是吧 盡量給你名啊 名算什麼 你要多少給你名 你要獎狀是吧 開一家工廠專命獎狀給你 他是一般的善人 他不知道為什麼應該行善 就他只要從外面給他鼓勵 真正的人者是什麼 真正我知道是由內而發 人性向善 所以我行善是出於內在自我的要求 否則不能完成我人性的基本需要 第二點 一般行善的人 不會為了行善而犧牲生命 你叫我做好事可以喔 捐錢可以喔 不能叫我賣命啊 看到沒有 碰到生死交官的時候 哎呀 活命保命再說 三十六七走為善策 好死不如賴活著 這是善人 忍者不一樣 忍者既然了解了人性的向善呢 就知道說 如果要有行善而犧牲生命 不但不是犧牲 反而是成全生命的基本要求 這就是忍者 這兩點差別 就使得孔子提出忍這個概念 有充分的理由 否則你要問一個問題啊 孔子儒家叫人行善 佛教也叫人行善 基督徒也叫人行善 那既然通通行善 有什麼差別呢 為什麼我們還要學儒家呢 你現在知道了嗎 因為別的是宗教嘛 叫你行善往往是來自於神的命令 或是死後的報應 說實在 儒家為什麼對這些思想有意見呢 因為你這些宗教考慮到最後呢 還是不能脫離個人的利益的考慮嘛 還是不能脫離 但是儒家行善不一樣 這出於什麼 內心自我的要求 不是考慮利益 考慮利益叫做計較了 儒家完全不計較 他只覺得我內心應該做 否則我內心不安內心不忍呢 所以這叫做儒家思想的特色 所以呢我們再接著看 後面要談的哪些人物哪些作品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在各位講義上都有 孔子過世以後 他的學生很可惜 並沒有發展他的思想 我說思想喔 各位知道孔子過世以後 學生分為八派 八派各自立門戶去教自己的書 但是呢很多受到嚴厲的批評 孔子最遺憾的是炎冤比他早死 因為炎冤是孔子認可唯一的德行第一名 好學是唯一的只有炎冤 所以孔子過世以後呢 他的學說基本上是失傳的 各位不相信嗎 回家看看《論語獻問》第十四篇 孔子親自說 只曰 莫我知也福 我念論語啊 看到這句話 有時候真的是會覺得悲從中來啊 孔子說 一個人號稱三千弟子 監通六欲者七十二人 居然公開說 莫我知也福 沒有人了解我呀 這時候誰在旁邊 如果沒有人在旁邊 那還情有可原 在旁邊是個高材生叫做子貢 各位知道 孔子有三個最好的學生 經常在身邊出現的 炎冤子貢子路 你不能說子貢不夠水平嗎 子貢就在旁邊 孔子公開說 沒有人了解我 子貢還問 老師為什麼沒有人了解你呢 孔子怎麼回答 同學們有誰知道 選課的同學 我有時候提這樣的問題 你回答的話一定加分 我們對分數很慷慨的 只怕你不要 有誰可以替我回答 孔子怎麼說 子貢問 老師為什麼沒有人了解你呢 孔子怎麼說 好了 孔子說 不願天不由人 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只有天了解我吧 那我現在請問 孔子的學生孔子親自否定 沒有人了解我 那誰了解孔子 孟子 一百多年之後 出現一個孟子 實在是讓人感動